射神王 只有我孟家还有一个人 我就摘你白门 你是唱气的吧 我要杀头了 差点就是送送我 我在心头 师父 懂不好了五声梯子 就有他吧 我还能有个师弟 唯有孟家的小儿子二魁 凭借金红一嫂 成功被人救下 但长大成人的二魁 一心只想报仇 等他学有所成之后 便将仇人的后代接连杀害 可由于作案手法独特 所以办案人员很快 便怀疑到了二魁的身上 于是办案人员找到了 二魁的师哥 想要与二魁见上一面 师哥一龙见对方执意要接二魁 于是无奈之下 他也只能表面上答应 让两人明日前来听二魁唱戏 可此时的师弟二魁 仍在京城 为了门混过关 他只能前去请求花旦曲线帮忙 想要让其假扮成二魁的戏装衣假乱真 但不聊当天楼上经常看戏的七王爷 却还是察觉出了破绽 并且他怀疑台下的五声 是一个女人所办 而这时前来复仇的二魁 也走进了西院 并且他转身告诉师哥一龙 其实七王爷就是自己的仇人 于是二魁先是换下了台上的曲线 然后由手持枪头寻找时机 这样一来使得楼上的七王爷 一时间也分不出无声的真假 可当演出即将完成时 一支飞枪瞬间扎在了七王爷的脖子上 但台下的二魁却并未出手 原来是四哥一龙替他杀掉了仇人 就这样羡慕时 几人全都站在了台上 等到众人发现七王爷已经惨死后 却并没有将其怀疑到二魁身上 但就在几人逃离现场时 七王爷身上的核桃鱼锥突然掉了出来 而这却瞬间引起了二魁的注意 接着便将一龙拉到了没人的角落 原来一龙从小也有个这样的核桃鱼锥 这不禁让二魁怀疑 他就是七王爷最后一个死生子 可如今即便二人情同手足 但一心只想报仇的二魁 还是决定亲手杀到所有的仇人 因此只见他瞬间回出手里的匕首 疯恐地朝着一龙的方向自去 而一龙不忍心手足相残 于是也只能慌望闪躲 眼看是出同门的两兄弟打得不相上下 随后已经走火入魔的二魁 只能抱着一龙从高台重重地摔了下去 可不料正是因此 一龙却在途中被直接摔断了右腿 事后身为无声太斗的一龙 因此身残疾被迫终身退出五号 而二魁则成为了新一任的无声太斗 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原来这一切其实都是曲线串通保安局长 给两人设下的陷阱 目的就是为了除掉他们 为自己的师父报仇血恨 但不料经过长时间的相处 曲线竟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二魁 人说婊子无情细子无义 你倒是有情有义 之后眼看局长想要下令抓捕二魁 情急之下曲线只好用手里的枪头 索性偷偷杀掉了局长 而与此同时 幡然悔悟的二魁本想辞职前去寻找师哥 但不料戏馆的老板为了防止二魁另投他出 竟派人在送行酒里下了药 反正今天的事人人有份 算是给岳老板尽忠了 就这样当二魁在此与曲线相见时 腹中的毒酒随即发作 之后即便及时送医救治 但二魁还是因此再也无法说话 事到如今 二魁也从曲线那里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最终悔不当初的他重新找到了师哥一龙 而现在的一龙虽然断了腿 但还可以说话长戏 另一边的二魁即便不能开口说话 身上却还有一身的功夫 师父当年叮嘱我们三件事 不要练天强的把势 不许练飞刀 咱们到最后还是练 不要跟五声比武 咱们也还是比吧 师父还说 不要跟花旦枸杞 就是这一点 我们做到 你怎么不点头呢 难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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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Shane